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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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学1至3年班的时候 在屋邨一间小学上读书 成绩都不错的 后期因为一个机会 考入了九龙堂一间 比较出名的小学上升读小学四年班 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好彩 但其实我非常吃力 因为我发觉我当时的英文水平 与名校生相比还有一大段距离 后期越读越差 成绩还一路退步 谁知有一天 有位老师就要见我了 我和他聊了十分钟 他全程都不断对我训话 就说我难得入到名校都不好好珍惜 还说我懒不给心机温习 我和他聊完之后 不单止没有开心到 甚至非常自卑 发觉我的自信心还比之前差了 我想过很多次都想放弃 想转行 过了几天就到英文科老师想见我了 我心想当然又被人骂了 谁知老师一坐下 他就说想和我谈一下 关于学业以外的其他东西 例如家里的背景 或者我遇到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就和他说 其实当时我家很穷 父母差不多用了所有的聚触 去顶手了一家很小型的士多 卖汽水一家小吃 我每天放学都要去店铺帮忙 所以没时间温习 而且每天下班的时候 父母已经很晚了 又没时间帮我温书 妈妈又不懂英文 另一个压力很大的 就是我身边的同学 都是很有钱的 在身边那么多有钱之下 我说我不是很敢告诉别人 我家里很穷 老师听完之后 很有耐性地鼓励我安慰我 还决定每个星期抽两天时间 帮我补习英文 这位老师同样跟我聊了十分钟 不过我得着就很大了 我发觉自己的内心压力 好像释放出来一样 很开心有老师 肯听听我背后的困难 肯了解我 自此之后 我对英文科非常有兴趣 很期待上每一堂英文课 后期成绩越来越好 我现在除了是一位通识科老师 还有一个英文科老师 同一个十分钟的面谈 前者令我感到自卑 没有了自信 很想放弃 后者令我得到温暖 学会坦然面对困难 学会进步 这位英文科老师 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除了令我英文进步之外 更教识了我 我们看每一件事的时候 就不要看表面 应该多了解 多沟通 试试用别人的角度 去了解事实的全部 不要妄加定论 妄加批评 其实这个道理对着谁都一样 当你被对方惹人的时候 试试冷静下来 提醒自己 骂不是最好的办法 多点沟通和了解才是最重要的